歡迎收看長春養生密碼 我們在游泳或是洗澡時 難免會有些水分跑進耳朵當中 要是耳朵進水該怎麼辦呢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三軍總醫院耳鼻喉及頭頸外科部主治醫師 施政平施醫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醫師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醫師 耳朵當進水的時候 我們又該怎麼自己清潔呢 有沒有一些方式呢 用棉花棒挖是可以的嗎 是的 那我們耳朵在進水的時候 由於我們的耳道是有一個彎度的 所以這時候如果用棉花棒過度的清潔過深入的話 事實上會刺激到我們的耳道導致一些受傷 真是容易引起我們的外耳的發炎 那一般來講如果說進水真的比較多的時候 有幾個方式可以做 第一是如果水真的進了很多 我們可以真的讓我們進水的耳朵稍微朝下 稍微跳幾下 讓水可以流出來 那如果說還有一些殘餘的水在我們耳道裡面 我們可以用吹風機 吹風機可以 我們用吹風機開那個溫的風 但是要遠離耳朵 小心我們的耳朵 對 記得不要讓耳朵燙傷 就是稍微吹一下 那就會讓那個 有個熱風跟溫度可以讓裡面的水做一個蒸發 是 那如果為了避免這樣的水 跑到耳朵進去 那我們在洗澡跟游泳之前 是需要做一些什麼防範的措施嗎 OK 那就是有幾個方式 就是因為每個人的洗澡的習慣不同 那有人喜歡做淋浴 有人喜歡做衛浴的方式 對 那如果在做淋浴 容易耳朵進水的話 結果就是當然最方便的就是帶個耳塞 那通常尤其在一些行動不便 或容易產生耳朵發炎的人的話 我們是強烈建議這樣子 因為當水進到耳朵的時候 引起一些刺激 引起後面的治療是很困擾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些耳塞 那如果不喜歡用耳塞 甚至還有一些耳罩 可以罩住我們耳朵 減少我們耳朵的進水 好 剛剛提到了耳朵如果進水的話 就是盡量不要用棉花棒去來清潔嘛 那我們就會想到說 要是我們如果有耳屎的話 耳朵會有點癢癢的 該去挖它嗎 是 那事實上 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說耳朵會有些耳屎的話 我們是不太需要過度去清潔它 因為本身耳屎它是會輕微覆蓋在我們的耳道上 是有一個保護的效果 那依照我們耳朵的一個代謝 這個耳屎會自己代謝出來 當然如果遇到真的是有些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既然是如果真的很不舒服 可以用一些棉花棒 沾點一些藥膏 輕輕地擦拭著耳朵 可以有一點質癢 包括如果沒有藥 可以用一點凡氏菱或嬰兒油 做一些溫和柔的擦拭質癢 是可以 但是不建議長這樣使用 或者是過度的刺激 對啊 因為那個東西不是有油脂嗎 擦進去不會反倒會累積更多的油垢 是的 所以說如果真的有一些不舒服 還是建議還是要去耳鼻歐科做就診 那當然每個人的耳屎情況不同 我們遇到說有人耳屎真的不容易代謝出來 容易積在裡面的話 對啊 會很不舒服耶 那這樣怎麼辦也不能挖 對 有其他方式嗎 那就只能說請耳鼻歐科醫師幫忙做清潔 那有些由於我們體質問題或是一些年紀的關係 有的耳屎真的會不容易出來 那可能就要定期去做報導做清潔 還是讓專業的醫師來處理會比較避免傷害到耳朵 好 另外就是聽說耳屎有分乾的跟濕的 這是真的嗎 真的有這樣的差別嗎 是 那事實上我們耳屎會有乾跟濕的關係 事實上跟我們的遺傳有很大的相關 對 那為什麼耳屎會濕的 最主要是我們的耳屎裡面成分 比較多一些油脂或皮脂腺 那本身這樣的人他的基因 就一些皮脂腺的基因的表現 所以因此他的耳道在產生這些代謝物 角質代謝物就有一些皮脂的分泌 所以他的耳屎會比較油 比較濕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會變得比較乾 那所以會有這兩種的區別 好 聽起來耳朵算是蠻脆弱的部位 所以要是不當清潔的話 反而會傷害到耳朵 提醒大家千萬要注意了 今天謝謝醫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